《氣失症》 氣失症是由於長期便秘使得劫腸中因而形成口袋狀的病症 當這些口袋發炎或感染時,就會導致氣失炎 氣失炎的反復性發作可能需要透過手術切除一部分患病的長度 再將健康的長度相短重新連接 這類我們看到的是悅臟結腸,它在腹部的左側 是結腸轉為胃直腸之前的最後一部分 這部分的長度所受到的影響最大 因為分辨通過結腸時已變得較堅硬,最終氣失口袋形成 這隻氣失反復的發炎,破裂會導致這部分長度產生疤痕,增厚且變得不健康 可導致緊左,穿孔或持續性敗血症 所孔或清腹腔的手術可利用精細的套增和器械進行 夾住並分開連接患病腸段的血管,接著移除患病的腸段 病變的腸段部分可以安全地去除,接著將腸兩端吻合,不需要建立腸造口 將病變部分的血管分開後,腸系莫及附著其上的淋巴結和淋巴管也可被移除 腹腔頸吻合器用於分離血腸,只留下健康的血腸和直腸軟端 然後將切除的腸和患病腸段經由腹壁切口遞送出來 切口通常位於腹部左下障限,是一個二至三公分的小切口 整個患病的腸段都會被移除並遞送出來,確保只有健康的腸留在體內 切除過後的健康腸接著以荷包縫線的方式縫合 將原腸吻合器的針頭伸入腸內,將荷包縫線拉緊 將連結著針頭的健康腸放回腹部,以準備將該腸照計劃 與下面健康的結腸和直腸造連結,這個步驟可以在不需要做口的情況下進行 以是從直腸置入一個原型吻合器來完成,將原型吻合器與鑽頭結合,激活裝置,長兩端直接核完成